新年快樂,歡迎收看旅遊博寶 不知道大家2023年計劃去哪裡旅行呢? 我們會一連幾集為大家介紹一下日本的四國 今集我們會先為大家介紹日本四國的藝術之島 直島 直島上面有很多特色的建築、博物館、畫樂和café 總有一樣會適合你的,Let's go! 為處於四國,賴戶內海的日本藝術之島,直島 在1990年代初期,直島還是一個偏遠的小島 但今天,他已經成為了藝術愛好者 和尋求獨特旅遊體驗的遊客的必度之處 在直島,有很多藝術景點可以讓你探索 當中包括由安藤宗鴻設計的地中美術館 為了不破壞賴戶內海的美麗景色 美術館一大部份都是建在山幽之下的 並且利用空間設計,將自然光引入地下的展覽廳 令大家在陽光底下欣賞展覽 展品包括印象派代表畫家克盧德莫來的五幅瑞蓮系列作品 接著介紹的是Bernice House Museum 這個博物館在1992年開幕 集美術館和旅館於一身 同樣都是安藤宗鴻設計的這個美術館 位於賴湖內海的高地上 基於自然、建築、藝術共存的概念 藝術作品不僅是陈列在展覽空間裏 還會分佈在整個美術館的各個地方 更有展品會散落於周邊的海岸線和樹林之間 其中一個最有名的展品當然是草間離身的藍瓜雕塑 想去直島其實都不難的 你只需要坐新幹線列車去到江山 然後再向南行至港口小鎮余夜 在這裏你只需要乘坐渡輪 20分鐘就可以到達直島的宮之蒲港 不過在你計劃你的旅程之前 一定要去Bernice Art Site Canada 了解一下展覽的開放時間 直島的大部分展覽都會在星期一休館 而在長假期之後 他們有機會改在星期二休館 而我們都會建議大家規劃一個 兩日一夜的行程 才可以充分體驗到整個島的所有展覽 住宿方面我們首推Bernice Art Museum 剛才都提及過 這個博物館是集博物館和精品藝術酒店於一身 酒店還有Spa 兩間餐廳 還有Shuttle Bus可以去島上所有景點 如果旅費有限 也可以選擇島上的傳統日式旅館和蒙古寶 這集節目又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喜歡 記得Like、Subscribe和Share我們的影片和Channel 拜拜